哎小孩啊 全板靠底 这套一也给他教了一套 这啥猛银 这两块这 我看直线不直线 什么样的东西 我先上手看看 他一口门给他 我估计这不会直线了 这两块看着像熊猫币 这俩都是熊猫银币 2021年那时候发行的 挺好啊 30克白银 都是竹银三个酒的 这是小孩的爷爷 奖励给小孩的 二位熊猫银子 靠全板第一命 他老爷爷还赚200块钱的红毛了 你看这是他爷 他平时都口门 这孩子在大西里 应该都给两块这东西 哦 其实给两块这个东西 我觉得比给红包强吧 这直接吗 你是对这个价值不了解是吧 对啊 熊猫银币啊 这个发行的时间很长了 你从1987年就开始发行了 每年咱们国家发行的都有这种 熊猫银币啊 熊猫金币啊 这个是2021年的 并且我看了上面是公博评级了 MS70分 这已经算是机制币分数最高的 顶级的了 你也是这直接吗 价值嘛 还行 你要说特别值钱 你要跟老银员比起来 那差得远了 但是咱就不说值钱不值钱了吧 因为这个是重量是30克 并且是足银三个酒的 你现在这个交易所里面 银价 现在好像是5块5 5块6了 一克 这30克银子也差不多快200块钱了 对不对 再更何况 它还是熊猫银币 国家发行的 它有一定的溢价空间 明白吧 这个你买的 一般也200到300之间吧 你说这两块这 自乎600万年了 对啊 我就刚才就说了 你比那个 老爷转的 你转的那个红包 是吧 200块钱 对不对 最多赚200 这五六百呢 你可能是对你这个 公公可能多少有点误会 他平常都口闷 知道吧 中山市的口闷 啊 口闷 对 不舍得花钱 对 那都是这样 老年人吧 是不是 因为过苦日子啊 过惯了 过的时间长了 都比较节省 生活中 是不是 再一个有啥说啥的 老年人节省 其实挺好 你为啥呢 他们省下来的钱呀 其实就是给你们省下的 对不对 那能学着还对 那这两块银币 咋弄 这两个这放两年 没啥用 我卖给你吧 你看你关国出多少钱 卖给我 对啊 你不是说这个小孩 爷爷奖利给小孩的吗 是吧 这也卖不了多少钱 几百块钱的事 我即便就两块 我给你收了 我给你拿五百块钱 又怎么样呢 现在这个社会 说实话 你多这五百块钱 你也发不了财 少这五百块钱 你也穷不住 穷不住你 对不对 你再说 爷爷给小孩留的 给他孙子留的 是吧 给他孙子 送给他孙子的 这也算是一种奖励 给小孩留着多好啊 是不是 那天你老板 你手这也对 那我都不卖了 这挺好 是不是 真金白银 足银三个酒 老银 老银元 含一辆89% 这个足银三个酒的 明白吧 那我给他放了 对对对 给他放着 是不是 怎么着也是一个物件 也算是他爷爷的一片心意 对吧 好 谢谢了 没事 没事 没事